那我觉得郭台铭的战略就是 步步进逼 以战逼合 他现在目的当然是要逼柯文哲 逼合这个合不是和平的合 是合作的合 柯文哲是不是要重新思考 跟他合作 这是郭台铭今天的这个脸书 近日因为最近有些 这个有心人士的挑拨抹黑 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觉得忧心跟痛心 重点来了 他说对于国民党高层 他始终一路情义相挺 真心付出 没有任何怨言 郭台铭希望不必要的攻击 跟这个捏造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志正兄怎么看今天 郭台铭的这个脸书 你觉得他不玩了吗 我不认为说郭台铭这个时候 已经放弃了 否则他就直接写说 那我就退出了 所以我还是他 我认为他保留一定的空间 简单讲 他就是呼吁大家 他不是为了他个人 是为了整个所谓的 他们要推动的政党问题等等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只是希望降温一下 因为这两天真的 试杀的蛮惨烈的 我觉得郭台铭的战略就是 步步进逼 以战逼合 逼谁 逼谁 逼柯或者逼猴 那显然本来想说 可以把猴逼 民调比他低 结果没想到才退一下 就低 就民调就降到15 甚至比郭台铭差 所以他现在目的当然是要逼 柯温泽 逼合这个合不是和平的合 是合作的合 但是既然叫以战逼合 那就不能过于 侃侃杀杀 最后让事后要合作的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郭台铭就是要摆出放手一搏 我就是要选到底 或者至少动作让大家觉得 他要选到底 那你看到没有 郭台铭一旦出来之后 四卡都的情况之下 影响最大是谁 是柯温泽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逼柯温泽 转而来挺他 那不过柯温泽的确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第一个 他因为没有太多的立法委员的提名人 即便你不分级再怎么抢 总是有限 所以就算柯温泽有一天选上了总统 很清楚 他是少数总统 立法院他是第三党 国民党都比他大 你这样会鼓励民众党人讲说 那我们想去办法让民众党变大 那是我讲嘛 这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要提足够的立委候选人 而且能够选得上的 或者他的不分区名单 要能够增长到10席以上等等 其实难度是蛮高的 那他最在意的到底是 总统这一个位置 还是所谓立法院 三党不过半之后 他的民众党是所谓关键少数 他打向谁 谁就变成一个多数的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利益 他可以影响政治的空间就其他话 本来他的算法可能是认为 他透过参选 母鸡带动小鸡的成长 对 可当民调开始出现变化 侯宇就整个落下去之后 可能柯正颖看认为 有鸡会选上 这时候算盘的算法 可能就不一样 可是因为郭台铭表态之后 如果他要选的话 那马上柯文哲就下降了 所以以战逼合的意思 就是要逼 这个所谓的柯文哲 是不是要重新思考 来跟他合作了 至于怎么合作 那他们要去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